哈喽大家好 今天第一则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高加索区的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 过去30年来 引发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 无数武装冲突的一片争议领土 最近在一天之内就被攻杀 没有原因竟然跟俄乌战争有关系吗 第二则是在俄乌战争当中 堪称乌克兰最签订的盟友波兰 近来为什么要气到跟乌克兰撕破脸呢 最后一则是升学主义盛行的南韩 在第一线教学现场的老师 到底承受多大的压力 甚至有老师不敌骚扰而轻声 一起来看 1990年代 许多国家因为苏联解体之后 恢复或正式取得独立的地位 但同时间也产生许多 未解的领土争议 这些地区直到今天都还是冲突不断 而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之间的 纳根尔诺卡拉巴赫区 简称纳卡区就是其中之一 国际上将纳卡区视为亚塞拜然的领土 但当地人口几乎都是亚美尼亚人 不愿被亚塞拜然统治 双亚为了纳卡区爆发过两次战争 跟无数次的小型冲突 但这个僵局如今被打破了 亚塞拜然20后以反恐行动的名义 攻入纳卡区 由于后援不足 上万人数持续上升等等的因素 实际控制当地的 亚美尼亚分离主义分子 隔天就宣布弃械投降 并在俄罗斯的斡旋之下 与亚塞拜然签订停火协议 根据协议的内容 分离主义分子同意解散所有的军队 并且撤出当地 以及消除所有的武器 是苏联垮台30年来 亚塞拜然第一次完全控制纳卡区 我们的所有的货币 都会安排 我们的所有货币 民主货币 亚塞拜然总统 在夺回纳卡区控制权之后承诺 会给予当地12万名 亚美尼亚裔的居民 教育宗教信仰等平等的权利 但大多数亚美尼亚裔的居民 并不相信亚塞拜然提出来的保证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洋表示 当地正在发生种族清洗 截至26号为止 根据亚美尼亚外交部的说法 已经有超过13500多人 抵达亚美尼亚寻求庇护 亚美尼亚分离主义分子领导人表示 他们的军队会带到所有想走的人 都安全离开之后才会撤退 并且提供免费汽油给民众 说到这里 有些人可能会好奇 亚塞拜然为什么会挑在这个时间点 攻击纳卡区呢 其实这跟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 力量校长有关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领导的 集体安全公约组织的同盟国 亚塞拜然则是因为地缘 历史等等的原因 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所以过去30年来 俄罗斯一直是当地冲突发生时的 主要协调者 也派了2000名的维和部队 长期驻守纳卡区 避免冲突升温 但是最近一年来 高加索地区的局势 变得相对不稳定的原因 就在于俄罗斯陷入 俄乌战争这个火坑 没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维持高加索区的稳定 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俄罗斯专家尼克斯表示 显然俄罗斯的资源是有限的 而纳卡区又不像克里米亚半岛 或者是叙利亚 可以作为军事基地或投射武力 所以对莫斯科来说 现阶段纳卡区相对不重要 另外虽然双方都跟俄罗斯的关系不错 但是比起亚美尼亚 亚塞拜然跟俄罗斯的政体又更相似 实际上都是独裁专制的政体 而亚塞拜然在俄乌战争当中 也支持俄罗斯并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 不只如此 在实时的经济跟军备力量之上 亚塞拜然都比亚美尼亚来得强大 亚塞拜然因为拥有丰富的石油 跟天然气等自然资源 所以有更大的经济能力 负担更多的军备支出 根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 亚塞拜然的军事预算是亚美尼亚的3.5倍 这些都是促使亚塞拜然采取攻击行动 并且能完全控制纳卡区的原因 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邻国波兰因为地缘跟历史等因素的关系 一直是最力挺乌克兰的盟友之一 不仅让百万的乌克兰难民入境寻求庇护 也是乌克兰第六大的武器供应国 不过最近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甚至走到要撕破脸的地步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20号对外宣布 为了以更现代化的武器保护自己 波兰除了之前已经承诺了之外 不会再提供更多武器弹药给乌克兰 我们已经没有连接任何阻碍到乌克兰 因为我们现在自己的阻碍到最新的阻碍 如果不想阻碍到你 你得到什么阻碍到你 我们认为这种法律的法律 虽然波兰在台面上是这么说 但主要原因还是跟最近炒得很凶的粮食禁令有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帮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脉络 在俄乌开战之后 乌克兰的粮食因为南边的奥德萨港被封锁 出口变得很困难 为了因应这样的状况 欧盟当时取消了乌克兰农产品的关税跟配额 让乌克兰农产品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 并且用陆运的方式从邻国进到欧洲市场再转到其他国家 但波兰斯洛伐克跟修阿利则认为 欧盟的措施会影响到他们国内的粮食供给跟价格 所以各自对乌克兰的粮食实施禁令 避免乌克兰粮食流入国内市场 但由于欧盟不允许各别国家做出违反欧盟层级的决定 所以经过协调之后 欧盟统一规定 乌克兰的农产品可以跟邻国借到出口 但不能在波兰、斯洛伐克跟匈牙利等邻国销售 直到9月15号 欧盟机委会评估或认为 邻国的市场已经恢复正常了 被乌克兰农产品的影响机会小 所以决定不再延长禁令 但波兰等国家认为 这还是会影响到自家农民的利益 所以决定自行延长禁令 引来乌克兰的不满 乌克兰除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之外 总统泽伦斯基19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也提到 基辅当局正在努力保障自家粮食可以从陆路出口 不过部分欧盟国家禁止进口乌克兰谷物 等于是在帮助俄罗斯 虽然没有指明道姓 但泽伦斯基显然指的就是波兰等延长粮食禁令的国家 而这番言论也激起波兰的不满 华沙当局宣布停止供应武器给乌克兰以外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22号出席活动时 也对泽伦斯基喊话 表示永远不要再像他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那样 侮辱波兰人 综合外媒的分析 波兰对乌克兰的态度转向 可能跟10月的国会大选有关 虽然目前的执政党 法律正义党还是很有可能会维持波兰最大党的地位 但争取关键群体 也就是农民的支持 仍然是胜选的关键 必须巩固这个票仓 另外极有意也不断批评 法律正义党对乌克兰的态度太过卑躬屈膝了 罔顾国人的利益 这都让执政党在乌克兰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在1980、1990年代 南韩跟台湾一样 老师在社会上是相当受到尊重的 地位也相对高 不只在课堂上会有很大的权利 当时家长对老师的态度也很恭敬 但随着少子化、教育观念改变以及法规的修订 第一线教学现场的老师、学校、家长等各方之间的关系跟地位 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南韩7月发生一起 年轻教师在校园内轻生的事件 激起同样在第一线教学 受到怪兽家长疯狂控诉的教职人员的共鸣跟愤慨 在舒文明老师走上街头抗议 以及类似个案不断被爆发延烧之后 南韩国会火速在21号表决通步四部法规修整案 其中初中等教育法明文规定 老师以正当理由对儿童的行为管束 不得被视为虐童的行为 另外学生监护人不得侵害教师人权 也禁止校长吃案 淡化或掩盖可能会侵犯教师权利或工作的行为 回过头来看 7月的教师亲身案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第一线老师的激愤 以及社会这么大的关注呢 这名在首尔瑞草区瑞厄小学任教的女老师年仅24岁 两年前才刚从师范大学毕业 根据同事以及去年的班级家长说法 她虽然很年轻 但充满教学热忱 对班上学生也很关心 是很认真负责的班导 只不过身为学校最菜的老师 她不仅要处理许多额外的行政工作 也多次受到家长的指责 其中最困扰她的一个案子是 一名学生在教室打闹用铅笔画伤同学的额头 但双方家长到校调解的时候 却对这名老师毫不留情的辱骂 另外 该名老师从来没有在班上公开过私人手机 但直到她亲身的前一天 她的手机通联记录里面 每天都有数十通来自学生家长的来电 根据同事的说法 这名老师每天都为此感到非常的惊恐 根据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的统计 2022年教师因为忧郁症求诊的件数超过15万件 比2018年增加将近1.8倍 睡眠障碍则比2017年增加1.6倍 5年多以来 韩国至少有100名教师 因为家长学校等多方的压力 结束自己的生命 针对该名老师受到家长严重骚扰状况 瑞二小学也没有站出来志愿老师 只是叫这位老师赶快换掉手机号码 因此在怪兽家长跟学校消极处理的双重夹击之下 这名年轻老师最后走上亲身这条路 也引爆多年来教权日益低落的问题 根据韩国教师在网络论坛的分享内容 基层老师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受到家长的检举 比方说 有的老师因为学生互相斗殴 把双方拉开 因此被检举虐待儿童 有的老师则是因为单独点名跟指责学生的行为 被家长检举对学生精神施虐 这都是基于儿童扶植法对儿童权利的保障 但在这些检举案当中 法规反而显现出制度对教师的不公平 除此之外 怪兽家长的崛起也是第一线教师的主要压力来源 在升学主义至上的韩国 任何会影响升学资格的事情 都可能会让家长不择手段的介入处理 而学校为了安抚家长 而不协助基层老师面对家长或官司 也让这些老师更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 因此有教师团体也指出 如果不修正儿童扶植法 明定教师的生活指导不属于儿童虐待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家长随心所欲 又不用负诬告责任的行为 以上就是为大家精选的国际新闻 希望帮大家跟上时事 国际直升 我们下回见 哇 上周杰米回来实在太开心了 好 除了要带来杰米回国这个好消息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要来跟大家宣布 那就是我们关键评论网YouTube频道 有官方IG啦 拍手 看到这里的你 请你拿起你的手机 打开Instagram搜寻TNL Video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从国际新知最新快讯 到拍摄幕后的大小事 以及跟主持人们互动的你问我 大家都可以一步步在IG上跟大家分享 记得赶快追踪起来 按追踪来IG上找我们吧 影片的最后 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 特别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欢迎成为会员的一员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收到我通知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